好了,我们今天继续用不同的经文帮助大家看到神的属性和恩典 我希望你们看到,明白能够讲出神的属性和恩典的重要性 因为当你这样能够常常都看到神的美善 看到神的美好 你心里深深的感动也能够说出来 人就会越来越看到神的美善 这是在敬拜的时候 其实我鼓励你们不要以为你弹琴不好就不可以带敬拜 你可以不用琴的 这是最简单的 你投入的爱主 投入的欣赏主 耶稣我爱你 主耶稣爱我 这是投入的爱主 你这次淡淡唱也可以带领人进入神的同在 如果你团情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会帮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会帮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带你敬拜 因为这是淡淡唱四歌 跟带领人去爱慕神 进入神的同家 是不是很大分别 你们有没有看到分别 这个这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和弦 很简单的谈也可以做到 但过程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帮助人看到神的美善 看到神的美好 看到神的美好 知道神的美好 欣赏神的美好 他们就喜欢神了 就会被神吸引 我们这个讲到这个神的恩典这方面 首先你们明白什么是恩典 这是神为我们做的 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陪伴 我们赐恩赐给我们 改变我们的性情 赐各方面的属灵的力量 给我们权柄 给我们机会去侍奉神 赏赐我们 这些都是恩典 这是神对我们的帮助 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问自己 我现在写的是不是恩典 恩典总是神开始我们后面 神帮助我 神陪伴我 你就去留意这句话 然后警告 也是神对人 但是警告的 神警告人 神管 管教人 神惩罚人 神告诉我们 犯罪必有破坏性 这个就是 神告诉我们 这个神的惩罚 这个就是警告 然后我们遵从 就是我们 怎样去爱神 爱人 传福音 帮助人 在这个过程里 可以写 神就喜悦了 但我们这样做 但这个不是 如何的基本部分 基本部分就是 怎样去做 好了 我们 看这个经文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 人因为献祝的名 接待献祝 必得献祝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一人的名 接待一人 必得一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我谁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几句话是充满恩典的 很重要是我们 怎样看到恩典呢 就去献想 为什么耶稣说 接待献祝 必得献祝所得的赏赐 我们就去献想 为什么耶稣说 因为献祝的名 接待献祝 因为祂是献祝 所以接待祂 就得献祝所得的赏赐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神喜悦我们去 接待献祝 我现在去讲出这个恩典 因为昨天已经给你们这个作业 我现在去给你们这个责案 这是说 耶稣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能做献祝 我们本身不是伟大的人 然后我们能够接待一个伟大的人 接待这个献祝 虽然我们本身不是献祝 也能够得到献祝的赏赐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语言有很大的对比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要你做得怎么好才能够祝福你 人是这样的 但神是 虽然你不能做最大的事 你去尝试去做 神已经喜悦 而且会赏赐 就是这种 就是赏赐 跟我们所做的 是不合比例的 我们借待它 不是很伟大 这个献祝所做是伟大 但我们借待献祝 不是做很伟大的事 也能够得到这个伟大的献祝 它的赏赐 这个就是不合比例 然后你找不到献祝 你找不到一个伟大的人 你找到一个义人 你借待义人 也得到他的赏赐 现在我所说的 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说这个 恩典的时候 能够写出来 但你可能起初不能写出来 但你去思想 为什么耶稣说借待献祝呢 为什么他不说 你做献祝就得献祝的赏赐 因为做献祝应该得献祝的赏赐 但你不能做献祝 你就是借待的 借待的 就好像马达 马达 借待耶稣 所做的 在人来看 不是很伟大的事情 也能够得到 这个赏赐 也要借待义人 虽然所做的 不是这个义人这么伟大 也得到这个义人的赏赐 但有些找不到 先去也找不到义人 只找到一个小子 也不能做大事 就是一杯凉水 给这个小子 耶稣也说 不能不得赏赐 意思就是说 你做最小的事 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 也得到 必定得到赏赐 这个就是恩典了 我再说一次 这个恩典是什么 就是这个恩典 首先是 不合比例的 你所做的 很小 但你得到的赏赐 是很大 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不能做到 伟大的事奉 但你就去接待 这个伟大事奉的人 也得到上了赏赐 这个也是一种恩典 因为这个是 人通常不会这样想的 他会说 这个 不须传到 做很多事奉 但你平行徒 做的不多 所以你的赏赐 也是少 人的角度 但耶稣说 不是这样 就是你真的有爱心的话 你接待先去 也得到他的赏赐 这个就是说 你虽然不是很有恩典 虽然你的能力 不是很大 虽然你做的是少事 也必定得到 赏赐 然后 你就是 但是 遇到一个平凡的人 无论他怎样平凡 很多人 我现在形容出来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 一个平凡的人 不重要 他们 有各样的问题 就觉得你做什么事情 在他身上 不是这么重要 但耶稣就是 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你做在一个 非常微小的人身上 你做的就是 一杯凉水 这么简单 也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说 你做最少的事 也必定得到赏赐 这个就是神的美好 跟人的比较 另外一个方法 帮助大家 讲出神的恩典 去比较 人是怎么样 人会这样说的 你做小事 你就得到小的 报酬 你做小事 小报酬 你做大事 才有大报酬 但你做的很小 所以你的报酬 报酬 是不是 报 回报 回报 回报就小了 所以很多人的回报 就很小了 但 神不是这样 神是说 你真心做的 而且 你遇到 是一个平凡的人 神也喜悦 这个就是 我希望你能够 形容出来 形容出来的时候 人听到 就会 有 心灵的回应 因为我们 很重要 我们不是 但是 对 他的 思想 说话 我们是 对他的 感性 说话 我们 昨天 曾经说的 就是 你看到小孩子 很开心 见到你 回应你 你会 你会很开心的 因为他的开心 令你觉得 他真的 接纳你 喜欢你 圣经也是 这样的 也是这样 耶稣 神对我们 都是很有感情的 因我们 喜乐 欢呼 诗篇里面 也讲到 人怎样 喜乐神 大卫 也是 有人对他说 对我说 我们要去 耶和尔殿 他就 唤醒 他是一个王 他什么都 能够 得到 但 就是去 耶和尔殿 他就 唤醒了 很开心了 这个就是 他对神的 恐怖 这种 反应 耶稣也曾经 形容 人的 没有反应 就是说 孩童 在街上 还的时候 像你 吹笛 你们就 跳舞 不跳舞 像你 主爱 你就不 随 送 就是说 没有反应 神是希望 我们有反应的 人 很多时候 就是说 我们 讲得到 不但是 对他的 理性 说话 不但是 对他的 理性 说话 因为我们 对他的 理性 说话 的时候 他 但是 理性 不应 但如果 我们 可以 比较了 等于比较了 比较就 帮助人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些人 看到你 做一件 小事 你去 做一些 不太重要的 事 他们的 欣赏 你的心 不是很强 如果你的 能力不大 欣赏 你的能力 欣赏 你的程度 也不大 但神 不是这样 是不是很好 现在 我去帮助人 去感受 是不是很好 你做最少的事 你为 一个平凡人 祷告 神就很开心 神就说 我要记录上来 我要赏赐你 是不是很奇妙 所以你会 医生人都说 我为人做了 神都纪念 我就很开心 不去骄傲 很清楚 要分别 不去骄傲 是开心 我能够服辞神 神就很喜悦 神就赏赐我 我就很开心 这样的话 就帮助人 兴奋 喜乐的 欣赏神 你愿不愿意 很轻松的 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做什么小事 神都喜悦 从这个经文 看到这个恩典 这个属性 我讲完这个恩典 才讲这个属性 神的属性是什么 他去观察到 任何好的东西 无论怎样小 好的行为 无论怎样小 他都会欣赏 他有这种 很强烈的 欣赏的心 他很欣赏 人做最好的 最小的事情 他也欣赏 这个是神的属性 他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所做的 遵从神的地方 但我们真心的 遵从神 他必定纪念 他永远 他永远 记得我们所做的 任何好的地方 这个是 他的属性 属性就是 他的本性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的恩典 是神 对我们所做的 好了 然后警告 警告是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与这个 是有关系的 我们找这个 关联的经文 要找与这个经文 有关联的 你们有些 写作业的 写这些经文 是好像没有 直接的关系的 你要找 直接的关系 这里说 坐在一个小子身上 马太福音 讲到什么呢 你给他食物啊 你给他水喝啊 你给他衣服啊 你探他 这个小子 坐在我的 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就是与这个相 是类似的 是不是 你坐在他身上 就 不能不得赏赐 就赏赐了 进入神为你 预备的天国 但这个没有做的 这个警告就是 你完全没有做 我们得救 不是靠行为 我们得救是 信靠耶稣的恩典 是信靠神 就得救 白白的得救 但得救 必定有行为 必定有改变 但这个人 完全没有改变 看到弟兄的 什么需要 都没有帮助 完全没有 祝福人的心 没有拯救灵魂的心 这样的话 就没有做在 主的弟兄身上 这个人就要 进入为魔鬼 和他的使节 所预备的 永火里面 所以 我们就知道 这个警告很严重 是不是 没有结果子 完全没有结果子 这是代表 没有生命 没有重生 完全没有重生 就没有果子 没有果子 就要进入 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 永火里面 进入这个永行 很恐怖的 是不是 这个警告 然后如何 应用出来 你尽量 跟从这个经文 如何 就是说 看到什么人 无论是 伟大的 是否的人 或者是平凡的人 或者是一个 未小的人 我们都想一想 我能够怎样 做一些事情 在他身上 让他觉得 被关心 被鼓励 被欣赏的 这些就是 接待了 接待可以去 给他食物 给他水喝 给他居住的地方 也可以去 对他的接纳 我感谢你 你所做的非常好 我欣赏你所做的 你对我很大的帮助 这些都是 接待这个人 所做的 我们就可以 可以开心了 一边做 一边开心了 这个就是 根据这个经文 然后 我会常常都讲到 这个拦阻的力量 拦阻 要处理这个拦阻 你记得吗 我们每一个 经文都讲到 除掉这个拦阻 例如我们 以前讲到 爱心 对人有爱心 我们就讲到 什么拦阻 我们有爱心 可能有冷漠的心 不关心人的心 抗印的心 现在这个经文 是什么拦阻人的 拦阻人去 接待人 有些时候 可能是 骄傲 这个人 我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 就不关心 或者是 嫉妒了 他有这么大的暗示 我没有 我嫉妒他 所以我不愿意 做好事在他身上 这个就是 没有做在 这个县居身上 因为他嫉妒他 或者是 这个人就是 没有爱心 那我们怎样 可以处理呢 我们就留意 为什么我对这个人 没有爱心 为什么我对这个人 有嫉妒 我怎样除掉 这个嫉妒 怎样除掉 这个 缺乏 爱心 我就求神 赦免我 我就留意 可能我以前 被人伤害很多 人对我不好 所以我也不愿意 对人好 我知道了 我就悔改 神啊 我知道 以前我被人伤害 所以我现在 不懂得 怎样对人好 请你帮助我 开始 做任何的 小事在人的身上 神都喜悦 然后我们 也可以讲述 可以做什么 例如 有人有需要 我们帮助他 有 慧心的 我们就 陪伴他 为他祷告 安慰他 鼓励他 他们有做得好的 好像这个限制 我们就欣赏他 这是我们 找出 实际的 行动 刚才我说的 我再总托一下 第一 就是说 见到什么人 无论是伟大的 是什么人 或者是一个 平凡的人 我们都想一想 我可以为他 做什么 怎样祝福他 这一点 另外一点是 什么拦阻 我们去这样做 是不是我们 受伤害 我们对人 有负面的看法 不喜欢 有人做得很好 我们就不喜欢 嫉妒他 或者是 有人做得不好 我就 轻抗他 觉得他 不重要 所以就轻抗他 我们就需要处理 或者是 被人伤害 就没有爱心 然后 实际上 做什么 所以 有一点 很重要 是除掉 拦阻 然后 实际的 行出来 怎样实际的 行出来 好的 我希望你们 听到 就明白 怎样 用这个经文 可能你说 我不能想到 这么多的 要点 不要紧 你继续用心 去思想 你慢慢 你就能够 明白更多的 好的 我现在写的 以前写的 我现在可以 跟你们读一读 读给你们听 负面的例子 很多人不关心 人 不去 帮助人 不去祝福人 这个就是 没有坐在 任何人身上的 属性 神是充满爱 和关心的 爱是神的本性 然后恩典 他拯救我们 更新我们 重建我们 整个生命 神感动我们 去关心人 帮助人 我现在讲到 这个拯救 是有关联的 他拯救我们之后 将这个 爱人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 是关联的 你要将它 关联起来 如果没有关联的话 只是讲 创造 拯救我们 就没有关联 你要说 拯救我们 更新 我们将这个 爱人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 就有关系了 然后 他赐给我们 智慧和能力 去帮助人 但我们 呼应神尊 就喜悦 我们本人 和赏赐我们 如何处理自己 为什么 少关心人 或者是对人 有负面的看法 或者是对人 有厌恶的感觉 不喜欢人的感觉 赎上神 对我们的恩典 就感激神 也关心别人的需要 这里有一点 就是赎上神的恩典 就感激神 然后就关心人了 赎上神的恩典 就愿意去服务神 去祝福人了 也想到神 怎样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也愿意 祝福人 其他各方面 都可以想到的 就是神怎样 帮助我 所以我帮助人 有基督徒接待我 所以我也接待其他人 我们就赎上 所有的恩典 然后开始 善待周围的人 为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的灵命 也相信 神必喜悦 就充满喜乐 去帮助 这个就是 我所写的 这里没有写的一点 因为 太多字了 这是刚才我所说的 这是 我们 做的 跟我们领受的恩典 是很不同的 我们做的是想 但 赏是大的 不合比例的 就是我们 接待 也得到 他的 赏赐 这是说 任何事情 我们所做的 神都纪念 而且 很大 很大的赏赐 所以我们就 乐意 侍奉神 但不许 骄傲 也不许 觉得自己 很伟大 好了 希伯来书 12章2节 两万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实际家的苦难 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最重要是 开始的部分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这里 写续经文 耶稣创造我们的信心 和属灵生命 和完成我们信心的路 从头到尾 首先 他拆遣人 向我们传辟 然后感动我们信主 带领我们成长 赐给我们爱主的心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他用人 和不同方法 引导我们站立起来 当我们信从神的时候 他就加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恩赐 引导我们去侍奉神 他有奇妙的计划 他带领我们走完 信心的路 这个就说出 神怎样从开始 就怎样建立我们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就怎样做 我想你细想一下 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人会软弱 你想到自己的软弱 其实讲到的时候 怎样能够循迹呢 就是你能够将你 你自己的困难 讲出来 你怎样胜过这些困难 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怎样得胜 然后得胜就要怎样 继续的提升 被神提升 都讲出来 人听到就会 也会很想跑上面 叫神怎样 在这个过程帮助我们 就是我们有软弱 他还需帮助我们 还需提升我们 所以这个经文 讲到信心 信心创始成终 就是讲到神 从头到尾 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 他还需帮助我们 现在我请你们 开始写一写了 这个经文 你可以怎样鼓励人 让人看到 耶稣怎样 神要从头到尾 都帮助我们的灵命 让你分享的时候 人能够被鼓励 也分享自己的过程 这个过程 我们曾经要软弱的时候 神怎样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